有有人想问,林郑说发展新界北部 有没有说哪间地产商最有利的可以入定货 应该是比较多农地 但我觉得未必有一个特别大的憧憬 反而地产商,你也要担心他们会不会有不同的政策出来 反而如果是整个大湾区的融合,中港澳的融合 整个大湾区,因为澳门那边都跟珠海很密切融合 香港亦都是越来越多的新口岸 这边其实如果你说大湾区的基建商 其实有的,我也有一个比较看好的就是1313华人瑞丽 但是它又是走势一般 因为前排又是打了下来 本身8月的时候是水泥价格反弹着的 但是这个又是变了之后 这个又是有些滞脏迹象的情况 就是水泥价格高期 但是你看到如果后来越来越多数据出来 你看到一些的基建的机器 或者真是施工量,工人开工量 那边的数据看到 原来价格上升又不是因为需求上升 就是那个叫做成格,交投量未必真的那么好 反而价格上升就可能是那个供应紧张那边造成多些 那又是一个不是那么健康的事情 就是对于业界前景未必是那么利好的事情 那边价格上升 但是如果你说大湾区基建的 那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里 如果究竟怎样才是 启动回来呢? 以华洋水泥来说 会不会有个回购的机会呢? 那如果看技术上 或者看一个买入讯号来说 就应该是看7.64 就是如果突破企运 收到7.64以上 可以有个机会可以去试一下 就是博拒启动的 那用这几个低位做止涉位 那就看回上去 首先是9月中的订阅 就是如果你说是一个 现在大湾区多基建的一个 因为它是聚焦广东广西的 所以是企业来说 它主力这两个省 那所以如果你说大湾区多基建 其实就可以有望受惠的 那其实它除了 其实它一打回来 都算是跌均了 我觉得可以看着刚才那个位置 就是短线一点 出入的机会上来说